先請教逸川哥 是這樣的 因為其實感覺韓國瑜 在禮拜一的時候 有比較像正常的軌道上面 他該做的這個院長的職務 包括去拜會各個局處單位 但是他特別講了一段話 他說當選院長三天來 接到很多電話的關切 注意不要隨便開玩笑 走路的時候要靠右邊 做人要有禮貌 口袋要有手帕 衛生紙 弄得好像韓國瑜不是韓國瑜了 然後接著他就冒出 我的個性就是很真誠 是很熱情的 如果因為當了院長以後 失去自我 過了一個月之後 照鏡子好像是滿清紫禁城 來的老太監面容哭搞 面無表情 這就不是我們要的 前面覺得他正經正經 不然又出一個老太監 你會怎麼看 因為他本地生活就是自由自在 沒什麼壓力 一分裡面的地方 每天早上出門 說他太太可能給他錢 去老老的 他會回來吃晚餐 這就是他的日子 以前他做立委 也是很輕鬆 很快樂 現在怎麼會 從雙方選到立法院院長 大家給他那麼多的框架 他說要照顧 他說叫他要准時上班 你還沒進去 沒人要照顧 他就聽到這個警告 他現在就說 為什麼要把我束縛起來 要求我 要求當要求 很像在要求小朋友 上學的時候要帶手帕衛生紙 現在都手帕叫面子 沒人在帶衛生紙 他說要走路要靠右邊 現在也不是走路靠 現在走路要靠邊走 韓國瑜在說 你們把我當小孩子 我都幾歲了 你們要跟我講這些 他覺得他被穿了 所以他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他才會跑出紫禁城老太監 今天早上整個人都在Google 什麼叫紫禁城老太監 我們人都去找聖畢 老太監誰做什麼 就是老太監到底長什麼樣子 其實他在講的是什麼 他在講的是說 我怎麼會淪落到這個樣子 你們還要來教我 我明明就是 理法院裡面最大的 我是院長 我在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基本上就是一個皇帝的 很大的概念 你們怎麼會把我要求 我算是一個老太監 可是他雖然抱怨歸抱怨 他昨天主持這個朝野協商 非常好 我給他很高的分數 我想要給他80分 為什麼 因為他關時間 所以他在朝野協商時間很短 時間很短 很冷 就說你們說好 那就20號就這樣 這就不會再拖就對了 因為他訂了20號之後 韓國超也說好 大家都說好 就不再完結下去了 否則如果韓國瑜 坐在那裡發呆 讓你們一直說 那時間會拖得很長 可以看得出韓國瑜 主持會議的效率 那譬如說有爭執的時候 他還會把柯總長說來看我的眼睛 這是在打妹子在拍的你知道嗎 這女朋友生氣了說不要生氣 你看我的眼睛 要把它扔下去就對了 就是說你只要看到跟我拭目相似 你就會愛上我 那個概念 這是他慣用的這個招式 他用這些話術來讓這個會場的氣氛 比較溫和一點 沒有那麼劍拔弩張 我判斷他接下來所有主持超會協商 他都用這些 但是這個效率會比較提升 所以韓國瑜 你表演之後不錯 BIME書長跟議事人員 都有跟你說一次要多 你講出來就比較準 這樣才不會鬧笑話 韓國瑜加油 等我去 等我去 然後我會再考驗你的 80分分數滿高的 柏惟你覺得就表現 因為我是沒有看過 什麼立法院院長會講出 老太監這種話 就是沒看過 因為我們看慣了 像是王金平那種風格 蘇嘉全那種風格 游錫坤那種風格 都是很痛到的 你也不會覺得說 他們會冒出什麼 想不到的話語 那韓國瑜的表現 那包括他其實 他不再受訪 他其實有稍微想要讓自己 說話不要這麼多 因為多說 可能會製造很多的效果 但他在致辭的時候 也是喝不住 你怎麼看 現在還看不出來 他會有什麼重大的影響 作為一個立法院 榮譽顧問 我是第十屆 第一個榮譽顧問 現在就知道你改的 所以你有榮譽顧問的經驗嗎 我有榮譽顧問 他是最早成為榮譽顧問 對 第十屆第一個榮譽顧問 對 然後第十屆沒有連任的 剛剛變榮譽顧問 對 所以你最強 到隔一天他就沒有院長了 他就不是我們的有院長 很可惜 韓院長上來 作為一個曾經的立法委員 當然是對院長有一定的尊敬 那只是說韓國瑜過去 他在立法院裡面的表現 不管是出缺席 不管是他的這個動手打扁 或者是他的言論 在意識形態上比較偏激 那我們都會覺得說 他的這個行為 這個叫年少輕狂 那今天畢竟當了院長 國民黨把他提名出來 又獲得國會多數 作為一個立法委員 體制內上還是會給他尊重 但是他如果有做禮經 這個我們中文叫禮經叛道的事情 我們還是會不吝指教 來維護立法院的紀律跟秩序 但是昨天其實 昨天那一場党團協商 其實全名叫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我們每一次立法院開會 都是有名字的 所以那一次 昨天的立法院党團協商 叫做第十一屆第一會期 開議日期 這個協商相關試飲 意思就是我們第一次 什麼時候要開會 那你可以想像 這個問題是誰拋出來的 其實是 民眾黨黃國昌 民眾黨黨團黃國昌 拋出一個議題 我們民眾黨團 要求2月6號上班 最後的底線是2月16號 結果呢 昨天他拋出這個議題之後 三個黨在講 柯建民就說 我其實沒有意見 你如果比較巴結 大家折衷 二三十六號中間選 選一個二十號 然後傅昆奇也說 我沒有意見 如果要16號開的話 前兩天 議事人員就要加班 來英文健要加班 那個你沒有問題 大家就沒有問題 我們國民黨已經ready了 黃國昌的底線直接崩壞 他本來講 最後底線16號 現場就說 這是我不可承受之重 怎麼那麼快 數字是你提的 要求是你要求的 退讓也是你退讓的 最好笑的是昨天晚上 在這個節目播的同時 他在家裡自己開直播 精神勝利了 你看我又贏了柯建民一次 我完全不能理解 台灣的第三勢力 新政制是長這個樣子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你知道提前開議這件事情 有多無聊嗎 不好意思 如果你是民眾黨資者 你知道提前開議這件事有多無聊 假設你們規定會一個會期 有三十天要開會 請問一號開始開跟四五號開始開 有什麼不同 他還是三十天啊 他還是三十天啊 你提前開跟延後開有什麼不同 他的會期長度還是一樣 你能夠質詢的次數也是一樣 老師也一樣 學生也一樣 教室也一樣 然後時間長度也一樣 提前開有什麼差別 一點差別都沒有 所以黃國昌這個就是假議題 而且最好笑的事情是 這個協商 一共九十分鐘一個半小時 前四十分鐘 再講什麼時候要開議 後面五十分鐘 在講民眾黨有多廢 大家來討論那張票怎麼廢 是要共識絕廢 還是自己覺得廢 為什麼柯總召可以說他廢 柯總召說 是林國成叫我說他廢的 然後林國成上來說 柯總召沒有 是當初大家一起決定民眾黨很廢 然後整個開議的過程 就變成 票啦 所以各位 民眾黨黨團黃國昌總召 第一次參加政黨協商 兩件事情 第一個 他堅持的開議日期 獲得重大的失敗 第二個 在討論民眾黨的票有多廢 就是這個就是黃國昌的政績 這個就是新政治 這個就是第三勢力 我坦白講我看他很沒了 你今天要嘛就堅持繼續咆哮 以前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發生交通事故 林家龍不用下台嗎 蔡英文不用道歉嗎 睡袋派派會讓我朝一總統附困 昨天如果傅崑奇說2月20號你沒有意見 你應該要怎麼樣 傅崑奇不用下台嗎 韓國瑜不用辭職嗎 賴清德不用道歉嗎 這才是黃國昌 我期待看到黃國昌是歌吉拉第二集 出來咆哮 結果沒有 昨天出來就是一隻小青蛙在那邊跳 所以我就看得很難過 那個黃國昌去哪裡了 我後來想一想才知道 原來黃國昌就是一個 欺善怕惡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一個欺善怕惡的政治人物 他就是欺負支持自由民主的民進黨會而已 等到他回頭看到國民黨 哇龐大的黨國怪獸 一句話都不敢講 黃國昌就是欺善怕惡的政治人物 再說一次黃國昌就是欺善怕惡的政治人物